Hello大家好,我是小猴子 最近听说The Ordinary要关门倒闭了 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今天的这支视频就是来测评一下The Ordinary的几款产品 希望能给大家囤货或者契货的路上 做出一点点我小小的贡献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我们一起打开来看看吧 The Ordinary的包装呢 统一都是这种简单性理满风的 他们家的宗旨就是要省去一系列的 不必要的包装 然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身的产品上面 所以他们每一个包装顶上都会写同一句话 就是Clinic Formulations with Integrity 总而言之他们就是主打正义品牌 所以他们站在一起就是正义的联盟 你懂得 现在我们拆开包装看一下 打开之后就是这种小瓶子 就像化学的课上做的化学试管滴剂一样 接下来我会从美白抗眼化 除皱抗衰老和其他几个方面 为大家推荐几款产品 首先我们先来说美白抗眼化 第一瓶就是这个5% Alpha硫心酸溶液 它的主打功能呢 是美白提亮和均匀肤色 能够有效地增强细胞的抗眼化能力 适用人群呢 是需要美白和增添皮肤光泽的 有皮肤初老症状的 使用方法是每周两到三次晚上使用 每次两到三滴 注意不需要每天使用 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美白效果了 如果是敏感肌 或者是想缓解一下 刚开始使用这个产品的紧绷感和刺激感 可以把它和油类的产品混合起来使用 这样就可以提高你皮肤的接受度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看它这个瓶子 它是黄色的 这就证明它对光非常非常的敏感 建议大家最好在夜间使用 不然的话就会引起你的皮肤过敏啊 或者暴斗啊 等一系列的不必要的麻烦 你看它打开就是这种低管样子的 你可以滴一滴两滴三滴 它的液体是黄色的 把它涂在手上之后流动感非常的强 涂上去还是有一股很淡很淡的香味 涂在手上的感觉是很润滑 有一点点的粘腻 但是因为这个产品是无水无油的 所以这种短暂的粘腻感是很正常的 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直脆精华 因为它含有很高浓度的白黎芦醇和阿维酸 所以它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 它对改善肌肤瑕疵和纹理不均有很好的效果 这个使用的人群要注意 大干皮和敏感肌一定要慎用哦 使用方法是每天早晚涂抹 就要在乳液双油之类的产品之前使用 可以把它和敏感肌肤混在一起 以增强它的功效 这个颜色没有刚才的那么黄 滴在手上流动性也特别的强 哦 这个化学试剂的味道就特别的大 它比Alpha硫心酸膜让去更加粘腻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抗氧老和雏粥的产品 在介绍抗氧老和雏粥这一系列产品的时候 不得不提到盛态这个词 胜态其实是一种氨基酸形成的链状结构 在人体中是天然存在的 我们熟悉的蛋白质其实就是一种多胜态链 因为不同胜态它的生理作用不同 所以它的护肤效果也不同 其中五胜态和六胜态 就是促进胶原蛋白形成 修复受损肌肤和抗衰老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六胜态10%溶液 大家一定都知道肉毒杆菌吧 很多人打肉毒杆菌 就是为了综合人面部的动态 什么是动态纹呢 就是比如说你笑的时候 这个法令纹 眼尾纹 六胜态的功能呢 就是模仿皱骨杆菌的效果 减少面部肌肉收缩能力 从而减少皱纹 由法令纹 眼尾纹和抬头纹的小伙伴们 请端走这一瓶 使用方法是每天早晚使用 涂在各类产品之前 最好是和维C类的产品交替使用 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要注意的是这个是水溶液 水溶液就是它不能溶于油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要在乳状类啊油状类的护肤品之前使用它 这个是纯透明的 在手上 闻起来和刚才那个直脆精华 是一样的味道 但是摸起来就是水水润润的 没有粘腻感 很快就吸收了 下一款除皱产品 就是这个无胜态加透明质酸 它的功能呢就是保湿除皱 阻止弹力蛋白的分解 促进胶原蛋白的增生 在抗皱方面见效极快 主要针对面部有动态轴纹和静态轴纹的人群 对干燥和缺乏弹性的肌肤 也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它含有透明质酸 所以补水效果是很好的 这一瓶的适用人群就相当广泛了 它的pH是5到6之级 所以算是一个比较温和和中性的产品了 这个使用方法和刚才的六胜态是一样的 都是每天早晚使用少许几滴 滴在你的皱纹上面 那这两瓶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个人的感觉是六胜态跟针对于动态纹 然后五胜态呢 是动态纹和静态纹的一个结合 所以这两瓶的选择 我感觉是完全取决于 个人面部皱纹的存在状况 接下来这一瓶呢 就是The Ordinary大名鼎鼎的多效多合精华 它是采天地之灵气 昔日月之精华的一个存在 为什么说它是多效综合呢 根据官网上说 它含有酸酸3000酸酸3C6 内蛇毒血淡青白氧态复合物 氨基酸态复合物 六胜态氨基酸态复合物 益生菌复合物 氨基酸透明质酸 等等等等等等 它的功效在于刺激胶原蛋白再生 以达到多重修复的效果 建议初老肌肤和熟龄肌每天使用 PH17所以是一个比较中性特别温和的产品 所以每天使用可以帮助你的皮肤预防和修复 使用方法呢是每天早晚洗完脸后就来几滴这个十全大骨 保证你十全大骨在手 美丽肌肤无忧 这个看上去就是一种半透明的状态 啊 它非常的黏 流动性也不高 这个闻上去有种淡淡的香味 很好闻啊 不是刺激的 就是那种很温和的香味 抹上去感觉手很润滑 然后吸收也特别的快 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天然保湿烟子加透明质酸 它有大小两个包装 主要功能呢是深层补水 持久保湿 密集修复 适用人群当然就是大干皮啦 它的pH是6.5-7 所以也是一个中性的特别温和的产品 使用方法一定要注意 它是要在所有的水乳之后来使用 这个就相当于给苹果打蜡 抹上去之后呢 就保证水分能紧紧的锁在你的皮肤里面 它吸出来就是这种 有一点点颗粒状的膏状 使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把它挤在手心里 然后就这样子 用你掌心的温度把它乳化一下 轻轻地揉在脸上 这样子的话呢就保证了不会搓泥 然后能更好的吸收 它闻上去完全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而且涂上去之后能感觉到你的手特别的软 啊软绵绵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The Ordinary的测评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赞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我会把今天讲到每一款产品的功能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都放在下方的info box里面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是你们的小猴子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